接到孩子的狀況是怎麼被電話了 他說爸爸我被砍了 我說你不是在學校嗎 為什麼被砍 我就嚇一跳了 快點打給老師說 你們學校是不是有什麼精神病患 為什麼會砍呢 他說他快點行驗 我就快點砍過來 趕過了之後就 就被人在裁條子說 這麼嚴重 他是一個精神疾病的病患 他向你的質疑說為什麼 你不是在學校嗎 怎麼會在醫院 對 我以為在學校為什麼被砍 沒有 他請教我也不知道 那他想要讓我們簡單講一下 他這個肋骨 臂部這個 筋都斷了 用菜刀砍到都斷了 骨頭也傷到 然後這邊砍到骨頭也斷了 骨頭斷了 然後那個 那個 肺部也有傷到 這邊一刀很長 我現在只要跟妳講 醫生是說 先觀察一個晚上 看明天可不可以出一段病房 那他自己的意識 清醒 然後有手術嗎 他這個插管不舒服 有不舒服 有清醒 不舒服 就是說 為什麼捷運 這個民眾他自己拿刀 大家去搶刀 我覺得這個捷運也覺得 是不是太不安全了 因為 畢竟乘坐了很多已經不是很多了 那要發生這種事情 不然按呼呼鈴也沒有人 對啊 大家去搶刀 大家去 也有搶刀受傷的 他做譬如說 我有吃藥 我是一個精神病患 他就是在陶醉 對啊 聽說目擊者有講到說 在捷運上還有 那個警戒按鈕 是沒有效 沒有叫的 明確對於這個東西是有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離譜 對啊 假如說 假如說 今天可以砍更多人的話 死更多人 是不是 這個責任死要去扛 嗯